詞曲 李宗盛 我是雨光 然後我現在是一個舞蹈工作者 這其實是我第一次駐村的經驗 然後我其實很好奇駐村 至於藝術家的意義 所以我在駐村前我就 我自己就先設定了 我希望他是一個實驗的 目前為止我做了兩個嘗試 第一個是做了一個 智慧型身體的工作坊 然後把目前在駐村裡 創作的材料做了簡單的展示 我試著在工作坊的內容裡面 讓參與的人都關閉他的視覺 真的讓自己迷路 在這個空間裡面 真的試試看在迷路的過程當中 我們能感受到一些些什麼 而也許是你的身體想要告訴你的一點點訊息 我好奇身體至於每一個人是什麼 所以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訪談 你覺得你的身體哪裡是因為某些文化價值 某些性別曾經被人家說過什麼話 而你特別在乎的 或者是你喜歡你的身體嗎 如果我們閉上眼睛畫你自己的身體 它會長什麼樣子 它跟你想像的一樣嗎 那其實我想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什麼是身體 就是我們現在的身體 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 那繼續接到這個展覽 跟創作的症病上是 我覺得身體是一個一直在留下痕跡的過程 從我們出生開始它不斷的在成長 到了某個成長天峰它開始衰退 皮膚開始長皺紋 其實身體是不斷的在運作的 那在這些運作的當中 它其實也一直在留下痕跡 所以我試著使用不同的材質 讓身體來在這些材質上 留下一些記錄跟移動的過程嘛 接穩過來 阿霞 我來看看 這次是 這次是 爲台